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請到按揭顧問Monica和大家一起聊天 Monica 你好 聽到嗎? Hello 大家好 你好 今天請你來希望可以幫忙回答一些問題 因為最近英國銀行減息了 現在基本利率降到5厘了 有朋友開始問我 是不是在英國做按揭都可以考慮一下 所以今天請你來 就是有一堆問題要不是問你 準備好了嗎? 接著又濕一條問題可以逐一件事問 好啊 好啊 第一個都有朋友問 他自己本身來到英國也有一些生意 一些新的生意開了一間公司 其實可不可以做按揭? 比較難一點 因為通常在英國來說 銀行它需要看兩年的金融帳 所以它要看你的金融帳 還有公司是要有盈利才可以借 有一些銀行它可以看一年它接受 但是就會半掉你的金融帳 譬如說我可能賺10萬磅這樣 但是我只有一年的金融帳 變成會賺5萬磅這樣 明白 也有可能的 不過就難一點 有可能的 視乎那個人客或者那個人客 它需要借多少? 如果譬如說半掉我的金融帳 我都足夠成交到那層樓的時候 那就可以做了 嗯 明白 你說到入息 也有朋友問 其實有沒有一個最低限 要多少錢的入息呢? 才有機會做到按揭? 其實如果說自住來說 自住就沒有說一個 就是有一個最低限的要求 最重要就是看下你的入息是多少 你的支出是多少 然後你譬如說有沒有任何的負債 或者有沒有大人或者小朋友是需要供養 這樣去計算那個支付 但是你說明文規定一定要找到多少呢? 就不是那麼多間是有這樣的 那有些情況就可能是 譬如說是 那個人客它是在海外的 而是買英國的樓的話 那有機會是有一個requirement 嗯 明白明白 那麼剛才那個入息呢 那是不是除了一般來說 就是出糧的入息 一些是被動的收入都可以計算下去的? 可以 是的 只要是一個普通的income 但是譬如說可能一些 香港不是好 就是很多人都 就是這些投資者都很喜歡買的派息基金 那些就不算了 但是如果你說是 債券收coupon的收入 或者是一些pension 每個月都會發放 又或者是一些租金的收入 那些都計算的 嗯 明白 那也有朋友問 那現在就 過了來英國的了 但是呢 還在打香港的那份工 那老闆繼續請去 那就是有些遙控 可能都是 vf home 那還有收入呢 就還是港幣 不是英鎊來的 那情況下 可以申請按揭嗎? 可以 都可以的 是的 那他們的收入 就是當回那時候的市場 就是港幣、英鎊的轉匯率 那樣的計算 有一些銀行呢 它是會有一個head cut的 譬如說我賺10萬港幣一個月 那去到他們的計算 因為有個匯率的風險 那就會變了是8萬 那也都會有一些lander 是不會有這個head cut的 那所以就 這個要看那個情況 是的 因為其實 是的 都會有其他不同的criteria 那我understand了 那客戶的background之後 我就知道究竟是應該要 就是找哪一間可以做得到 嗯 知道知道 那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有朋友問 那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去借錢 那帶個物業呢 就寫自己的配合 或者是小朋友的名字 那這個 是可不可以這樣做的呢 比較難一點 因為一般來說呢 如果是做案件的話呢 那它一定是要看回 在這個mortgage的契機上面 是哪一個名字 而哪一個去供款的話 就應該是用哪一個人的名字 那所以你說 假設譬如 太太她在英國的 先生是在香港做事 而太太就在英國沒有做事的話 那是不太可以 只是寫太太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說 兩夫妻的名字的話 那就可以了 嗯 那情況下 可能連名字就簡單一點了 那剛才講的太空人問題 是的 也有一個跟太太人相關的問題 有些都是選擇了 其中一方 就繼續在香港工作的 簡直是人在香港工作 但是配偶和子女 就過了英國了 然後就住在那個物業那裡 那可不可以 簡直是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供樓那個 繼續在香港 繼續在香港工作 那是不是可以申請到案件的 可以 這個沒有問題 嗯 那差一點點 如果都不是說 如果連家人都還沒有在英國的物業那裡住 就是純粹當第二物業 度假屋這樣 是不是都可以安排到呢 嗯 都可以的 這個就是case by case 那有些銀行呢 他未必需要你 一定告訴他 我什麼時候過來 這樣 那可能會多一點問題問 那基本上 那就是rug of thumb 就是說 他們要convince 可以借錢給你 那最主要就是這樣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一定不行呢 不是的 有機會是可以的 明白了 都要看回那邊的個案 那一個原則問題 一般來說 就是香港 我記得案件通常 就是可以借到你退休 然後就不會計下去 那個可以還款的年期 英國情況怎麼樣 最長的案件可以做到多少歲 如果是自住來說的話 那就是70歲 那有些lander呢 就可以借到75的 那借到75的話呢 有一些就是需要你給證明說 你landing into retirement 就是說你退休後 你有什麼support 那也都有一些銀行呢 比較少一些啦 那也都有一些銀行呢 是不需要你提供這個證明 都可以給你借到75 嗯 都是要看回個別的情況 沒錯 那我知道呢 英國做案件一般都是一個固定的年期 比較輕就兩年 五年 那還有呢 有些案件都有一個是初期的固定的年期 有些呢 就會有一些是promotion rate 就是比較優惠的年期 那其實這些年期到了之後呢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呢 那如果不處理的話呢 那就會跌落了一個standard的variable rate 那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建議客人呢 在你的fixed term完之前的半年 就要開始做個remortgage 那可以contact回你自己的booker 然後呢 就看一下究竟市場上面 是不是你現在做的那一間是最好的rate 還是會不會有些更便宜 那這個就由brookel會幫你去找 嗯 明白了 那是不是一般 如果什麼都不做 跌落那個銀行的標準那個息率呢 是不是一般都是貴一點的呢 其實呢 我會貴很多的 百厘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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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都要處理了 是的 是的 以現在來說 那當然了 譬如你說日後一路減息的假設 那它相對的SVR呢 都是會一路調低的 嗯 那我也有朋友呢 現在都即刻開始找房子了 就是過來都可能早著先 現在終於都決定了 落地生根了 找一層樓這樣 那都有個問題 一路找房子 一路也要考慮一下 那究竟什麼時候開始申請做按揭呢 有沒有一些 就是大約呢 可否給了一個時間表呢 讓大家知道 應該多久之前去找銀行 或者找你們幫忙談的 是 其實如果是都很認真想著買房子的話呢 其實就需要跟我們談的了 那為什麼呢 每個客人的背景都不同 那所以呢 都要看看究竟自己借到多少 那然後你才可以 啊我主供哪一區或者什麼價格的樓 會最適合自己 那所以 如果不想有一些 就是 驚訝的話呢 最好就早點跟我們談 其實呢 應該一開波 找你先 反正你們都可以提供免費諮詢 那就是 等他知道了 就是等個客人知道了 大約可以買到多少錢的樓 然後呢 才去找房子 那這個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是嗎 是 沒錯 那有一個問題 就有朋友問 那有工的了 不過呢 就美國使用期 可不可以申請按揭呢 如果客人那份工 是一份permanent的contract 就是沒有時限的 那其實都可以找我們 就是未曾過使用期都可以的 嗯 好啊 那就都不用太擔心了 大家都可以 總之呢 一開波其實呢 這一點就不是太難的 那都問一下 其實呢 一般來說 香港人申請按揭有沒有困難 還有有什麼要注意呢 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譬如你的銀行裡面 譬如說會不會有很多 cash的transaction 因為其實所有東西都要有證明的 嗯 那那些資料要齊了 那我們就要對得到這條數 譬如說你的bank statement 可能那個人工我們要對得到 是和你的pay slip是一樣的 那如果是有一些transaction 是在那裡的話 要解釋得到或者要給proof 那譬如說可能有些客人 他是賣了樓 然後有一筆資金的 那律師 就是幫你賣樓的那個律師 他都要有證明 或者將帳要影印了 所有東西都proof了 然後bank in了 在哪一個bank account那裡 在這個bank statement上都要看到 那所有這些證明都需要要 那或者是一些employment的history 有機會是都要搖 那這些全部都是很個別 或者你遇到哪一個銀行 然後哪一個underwriter 去做你的case 那是需要 就是可能有些鬆有些緊 或者我怎樣去幫客人去package 那個case 怎樣去submit那個case 去到做這樣 因為有些case 會是都幾複雜 所以是要商量 明白了 所以其實是即使不再按揭也好 在英國買樓都要經過那個 反洗黑錢的那個check 所以一般來說 不要太多的現金存入 那些都會問得比較多 那如果比較多 有些文件在這裡 證明就會比較好一些 那都有個問題 有些人問 可能已經買了樓了在英國 就是當年香港過來 可能cash buy了 那現在想把錢推出出來 因為現在利息開始有個向下趨勢 是吧 想把錢推出出來 可能就投資 或者一間房間裝修 那有沒有可能啊 這個東西 可以的 可以的 我都做過很多case 就是說可能一開始 來了英國的朋友 那他們就cash fire了自己的房子 那接著就會開始做個refinancing 去套一些錢出來 去買另外一個投資的物業 去做一個被動的收入 那又或者有一些朋友 可能他本身借那個錢去買房子的時候 其實就不是借很多的 其實他的還款能力是可以高一些的時候 而他比如說我想做一個extension 都可以去再按去借多些錢出來 做一個home improvement 嗯 明白了 那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呢 一般來說 就是市場上面 那個息率現在究竟大約是多少呢 如果以自主來說的話 如果以自主來說的話 5厘上下 5厘上下 如果購買的話呢 購買的話 5厘多以上 嗯 明白 明白了 都要看回個人的情況 看回他的信用評級 他的收入等等 都很難一概而論的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你也提過 我告訴我 現在有機會做了整個九成的案件 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這麼順利 是啊 可以啊 有些銀行呢 是現在放寬了可以做到九成 那當然了 要看回個人 是他的收入和支出是多少 不是說 就是他接受九成就一定借到九成了 是的 要看回收入 嗯 明白了 當然了 但至少有這樣的可能性先 是啊 其實很好啊 因為之前是沒有的 最多都是借到七成本的 嗯 是的 那你看現在那個息口 剛剛開始下降了 是不是都還有機會都繼續下跌呢 嗯 有機會 但未必很急 也都要看回美國那邊 是不是真的會急速的減息呢 是 明白啊 今天節目大約講到這裡 其實續按鍵這件事是很個人的 因為要看回你自己的收入 自己的支出 自己的資產 就要表格在這裡了 大家把你的簡單的聯絡資料寫下去 那麼 那麽尼卡就很快會回覆你了 今天我想大致上講到這麼多了 那麽尼卡還有什麽想補充呢 都沒有了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個案件可以做到九成 就是有機會做到九成 那我猜對於可能很多香港 來到英國的朋友想置業 都是一個好的消息 是啊 即是環境開始不同了 大家都要因應那個不同的環境 轉變中的環境 作出最適合你的財政決定 今天講到這麽多了 多謝Monica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拜拜